也不知道陈凯歌这次看着自己的好儿子出名 心中会不会有一点点开心呢 毕竟当初阿瑟为了成为顶流 恨不得把罗云熙娶回家 为了成为顶流 一部小小的言情剧一个月上千条热搜 却比不过一炮而红 现如今的阿瑟心中 应该是非常感慨的 这可能是阿瑟有史以来最火的一天 本来以为阿瑟一直在宣传 自己喜欢的理想型 是妈妈陈红这种大美人 并没有想到被爆出的床照对象 反而更像那曾经的绯闻对象王文也 虽说阿瑟是的的确确他访了 但是阿瑟真的很敬业 虽然陈飞宇自己也讨厌被说是婉婉泪清 但是他甚至连床照和呼吸方式 都和千千一模一样 这边的阿瑟又悲又喜 那边的陈导一脸惆怅 毕竟因为阿瑟的疑似被爆出 那于第一男小三的事情中 阿瑟妈妈与阿瑟爸爸的成年往事 也被接连爆出 众所周知 陈红这个大美人挺着韵度逼走了倪婷 可没有想到 陈导居然也是靠着小三拿到了美国绿卡 不过在阿瑟他房的当天 无人在意的角落 被爆出了这样一个消息 原来是网友爆料 陈凯歌伟大的战争剧组停拍一天 阿瑟就在办公室门口跪了一天 让张义张宋文值班去劝承凯歌消息 那么大家对阿瑟一家人有什么看法吗 本来以为阿瑟的顶流人生已经到达了顶峰 却万万没想到 原来阿瑟床照之事 居然还有反转 众所周知 陈飞宇虽然背靠着爸爸陈凯歌 但是他的演技实在不被自家爸爸瞧上 就这样才在电视剧中默默打转 什么红拍什么的他 却是屡屡受挫 甚至一度到了陈飞宇 拍什么封什么的地步 亲子节目刚刚拍完就被封 更别说单改剧了 一向觉得自己从来不是顶流的陈飞宇 这次在狗仔的口中终于成为了顶流了 毕竟这下子真的是床照人人都看到了 还被网友扒出了疑似 爱成为内娱第一男小三的事情 据攜带照片还是被女方的老公卖给狗仔的 这样的剧情 被人称在家庭教养好的陈飞宇 上演的也是不要太意外 不过俗话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阿瑟的床照曝光后 阿瑟爸爸的写真也是太过辣眼 不过在阿瑟刚刚发表了声明 承认自己的自由恋爱后 阿瑟老板则是毅然而然 坚称阿瑟是被陷害的 这私下的录音曝光也是不要太意外啊 那么你对这一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